Hello大家好,我是Celsior 非常高兴又在这边跟大家聊聊天 今天我们延续上一次的话题 继续来跟各位聊聊 Toyota86这款车的故事 好的,我们在此前的节目 已经跟各位聊过 Toyota86这款车的开发背景 还有它的开发的思维 以及它外观内装车色的设计理念 那我们今天继续跟各位聊聊 它这台车在上市之后的市场表现 以及车款的变化 好的,A86 不是A86 Toyota86这款车子 它是在2011年的东西车展正式发表 2012年的2月2日 在日本正式开卖 那这款车子 它在日本的集聚规格 一开始的阵容是这样 最入门叫做RC RC只有六速手牌 是199万日币 上去是G241万日币 跟248万日币 就是手牌跟自牌的价格 还上去有GT跟GT Limited 最贵的GT Limited 自牌的是305万日币 跟它一开始开发目标 就是要200万上下算是不谋而合 那你会说 那RC最便宜嘛 对,RC这个车子是不能领牌的 这个车子外观非常阳春 因为它连旅圈都没有 就是让你比赛的 整个内装坑坑巴巴的 这个车子不能领牌上路的 那么在海外的市场 大部分市场是没有提供RC这个集聚的 那么这款车子呢 其实在配备上来讲 当然RC的配备 我们刚刚讲最阳春嘛 那G跟GT还有GT Limited 当然配备就越来越高 那这边呢 我们就不一一念给大家听啊 这个车子在日本上市的时候呢 月销目标是1000台啊 不过第一个月呢 就给它卖出了7000台啊 哇,让Toyota是乐不可知啊 其实讲白了 这个就是所谓的新车蜜月期嘛 只是呢 让Toyota比较意想不到的是哦 这台车我们在之前有跟各位讲吧 这台车它在日本市场的用意是 虽然日本的跑车市场不断的萎缩 但是呢 日本也是有个声音是 希望有一款跑车呢 可以唤醒以前70代80代 日本跑车泡沫 百花其放的这个荣光啊 并且呢 可以鼓励年轻人呢 多去参与这个汽车驾驶乐趣啊 让年轻人多去买驾 多去考驾照 然后来买车 来享受驾驶的乐趣啊 结果没想到86这个车上市的时候呢 吸引到了一狗票 这个老年人来买 为什么老人会来买呢 第一个很多老人觉得 哎呀反正我需要车子出去代步嘛 各位你要了解啊 很多人觉得说 哎呀日本交通很发达 是不是为什么要开车呢 那是在都市里面啊 你去荒家以外试看看啊 那真的公车可能一天就一般而已啊 有些老人他觉得 嗯我就是要开一台车来代步 那我觉得K卡这个车才太小 那但是呢 我又想说呢 我又没有载什么活人 所以我干脆买一台双门的小跑车 所以呢 这个86他们发现 很多那个老年人 老阿公老阿嬷在买啊 第二个是什么呢 有年轻妈妈来买 各位说哎呀年轻妈妈来买 这个不错哦 哎呀年轻妈妈也热血 并不是 因为他们发现呢 这个86他是2加2的嘛 他号称他后座可以坐活人 当然这个成年人坐不进去啊 哪来丢小朋友刚刚好 因为后座呢 没有电动车窗 然后后座没有门嘛 对不对 小朋友关在后面刚刚好啊 所以呢 投他意外的发现 嗯怎么还有多这两个客群呢 相当的有意思哦 那在当时啊 这个日本的媒体在报道这辆车 当然对于他的操控占不绝口 由于像这个海外有好几个杂志呢 把他选为年度风云车 不过也有杂志去批评说啦 这个内装的塑胶感觉是还蛮重的 而且呢 这个引擎毕竟是水面多温引擎 而且是苏巴鲁所开发 苏巴鲁所生产哦 他们认为呢 这个引擎的运转的质感呢 比起TOYOTA的职业四缸 当然是比较粗糙一点 还有就是有人批评啊 刹车的反应不是很快 但是我自己在开 我觉得还好啦 以他的售价 这些东西都还可以接受 那台湾这边呢 是在2012年的6月才上市哦 当时在上市之前 因为日本已经大卖特卖 而且这个TOYOTA在台湾的前期的宣传 宣传算是很到位了 那所以呢 一开始接单接爆了哦 那最早当然全球也是缺车嘛 最早呢 台湾的配合只有100台 那这100台呢 还要用筹签哦 就是说6月上市呢 然后7月31号的时候呢 已经接到2300张订单了 所以后来呢 是用这个律师公证来抽签啊 抽到100台 我记得那时候 我有几个朋友去抽签啊 其中有一个人抽到 我抽到超开心的 那个时候我们一些 色情网络软体啊 还不是很发达啊 我记得 反正就是贴在他自己的个版上面 哇 大家觉得 哇好羡慕哦 你可以开到86 那台湾当时引进的86 只有自排了 总共分成86 Limited还有Aero 那Aero呢 顾名思义 它是空力套件的外观啊 所以它长度宽度 都比其他两个版本来得多啊 那Limited的配备呢 比入门款多了 双色内装 Alcantara 还配真皮座椅的 两种材质的复合座椅 还有电热座椅 那Aero版呢 当然就是我们讲的 它有这个大包围的这些套件啊 那台湾上市的颜色呢 从头到尾 我这样看来看去 大概都七种啊 主打当然是所谓的烈焰菊啊 那后来官方的讲法 叫做净库菊 烈焰红 银河蓝 闪耀白 换彩 铁静灰 还有 飙风黑啊 那么这一批呢 哎呀 卖得干干净净啊 就第一批这个用抽签嘛 然后很多人接单项鱼啊 那到了年底呢 2013年式啊 在年底开放预购啊 当时又信大家一窝蜂的过去买啊 哎呀 太开心了 而且呢 这批价格呢 也没有调涨 还是维持的 这100多万的这个价格 而且标榜说 你年底订车呢 你农历年前可以交车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大家还对这个车子 非常有热度啊 所以这一批车 2013年式的车子呢 订购的算是蛮踊跃的 不过呢 到了正2013年的时候 又发生一件事情什么呢 原本啊 大家怕说 哎呀 这2013年式的 会不会到时候就像这样子 100台又要抽签了 赶快先订先议啊 结果发现 大家都可以交到车了 甚至到了2013年的时候 嗯 这个车子呢 反正是个功过于求啊 这是为什么呢 有一个说法啦 当然这个没有经过官方证据 有一个说法是说 因为那个时候呢 在大陆那边呢 因为日系车 遇到了一点销售的瓶颈啊 所以呢 有很多大陆配额消耗不完 那台湾这边也分配到一部分大陆配额 所以呢 86在这个时候呢 就从原本的功不应求 变成略为功过于求啊 甚至呢 这个还有自助性行销 我们那时候有看到一些本土剧啊 这个主角开的是86 或是坏人开的是86 非常的鲜眼 当然用的还是所谓的 这个烈焰局啊 当然这个官方的说法 是所谓的禁库局啊 相当的有意思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虽然86还没有手牌的 不过同一时间引进到台湾的SUBARU BRZ 有手牌 有所谓的六速手牌 那也有贸易商引进美规的CYON FR-S 欧规的GT86 我是没有看过有人引进来啦 因为其实美规的CYON FR-S 配备好像多了一点点啊 但是价格也比较贵一点 那等到2013年 Toyota正式引进到台湾的这个86 已经没有配额上的限制的时候呢 其实本来的美规的FR-S 或者是这个SUBARU BRZ 自排版本就根本就罚人问津了 SUBARU只能靠手牌的BRZ 勉强卖一些 因为SUBARU的车价比86贵 贵很多啦 尤其当后来呢 86进了手牌之后 BRZ就真的是乏人问津了 那台湾引进86的手牌呢 是一直到2014年年中 2014年6月 那开始引进手牌 那这个时候呢 车系阵容也做了一点调整 变成60手牌 Limited的60手牌 Limited的跟Aero 那么入门款的呢 它把这个配备再稍微往下调了一点 比方说它原本是17寸旅圈的 那这个时候已经改成16寸旅圈 并且呢 把遮阳版的化妆镜拿掉 那么把室内后置镜的框框给加上去 各位听懂意思吗 其实当初啦 86这个车刚发表的时候 不管在日本还在海外呢 它比较高阶的版本 有所谓的无框的车内后置镜 标榜是说你车内后置镜看的范围会比较大 那各位觉得说 那为什么后置镜你说看的范围比较大 你不把它加大一点 各位你不要忘了 现在车都有配所谓的双安全气囊 你如果后置镜的体积太大的话 你会被气囊打到 那个是很危险的事情 所以86在当时新车发表的时候 就有标榜 我们高阶的版本可以选配无框的后置镜 但是后来台湾引进手排之后 入门的版本就把无框后置镜取消掉 那么还有就是电子恒温改成手动恒温 那还取消了车门离灯 HID定数 Smart Entry 按键启动自动大灯 不过至少它多了一个配备是什么 它把前屋灯改成兼具日行灯 那这个设计不得不说是个巧思 不过在之前也发生过一个事情就是 有人被检举 就是不一规定使用雾灯 然后他去申诉 申诉还失败 因为就是车商把LED日行灯跟雾灯整合在一起 所以其实你也看不出来 白天你也看不出来 到底它开的是LED日行灯还是雾灯 那后来怎么解决的我就不大清楚 因为我们后来发现 越来越多车子真的是把雾灯跟LED灯 整合在一起来整成本 LED日行灯整合在一起 那这个后面到底法规 我们修我们就不大清楚了 其他规格呢 大概就是Limited的手排以上 新增了数位仪表 其他呢大致就不变了 那在这个同时呢 Toyota原厂还推出了一批86TRD的升级专案 基本上除了Aero之外呢 你可以加加6万块钱升级16万的配备 包括前中后的空调件 流线型尾一还有四出尾款 而且因为这个时候 2013年之后呢 台湾的86算是有点供过欲求 所以这个时候已经有所谓的零利率专案了 可以配72万36期零利率 甚至呢交车还可以送行车记录器 那么关于这个TRD的升级专案 关于TRD本身的套件保固呢 是一年两万公里 这个在台湾的跑车界来讲 算是很罕见的 好那这个是台湾的86当初在上市时候的一个状况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当然后期的86变化度也有一些 那我们之后会跟大家好好地聊聊 后期的86甚至到后来的GR86又是什么样的情形 那各位一定很好奇 好86这款车子标榜 它是AE86的后继车 并且呢 它算是Toyota JT MRS之后的平价小宝车 到底这台车开起来怎么样呢 在86开发阶段呢 他们一直扬 一直不是要扬眼 一直声称说他们要开发一台 非常有乐趣 非常便宜的一台小车呢 那我实际开起来的感觉呢 哎呦不得不说 这车开起来水平对我引擎的掉掉 很明显了 开起来很有这个 以前我开过Impresa GC8的那个掉掉 真的那个引擎的感觉 虽然说它没有涡轮增压 但是它马力也到200p 所以它的引擎的转速要拉高一点的 动力才会出来 只是呢 前期的86它的引擎的转速 引擎的扭力的输出很奇怪 它有两个扭力高原 虽然你车开到3000到4000转车的时候 忽然那个动力会降下去 也就是说你在爬坡 你在过弯的时候 你要守住第一个扭力高原 或是第二个扭力高原 但是呢 你往上拉的时候 这个车子拉上去的这个线性输出 还蛮不错的啦 那再来就是它的手排的排档 因为我开的那个是手排的86 手排的排档行程非常的短 但是呢 很好开 很好入档 档位非常的明确 那这个车子呢 我觉得在市区 它算是很温吞的一台 可以开的很温吞 但到山道上面呢 你可以马上变身一个怪兽出来 兼具斯文跟野性 这个车子真的是一个 隐文隐武的一台车子 唯独就是它的双扭力高原 实在是不大线性 所以据说在小改之后的引擎 针对这方面有做了一些调教 变得更加的线性 那么再来就是说 这个车子 虽然说它是远舞一台车子 不过并它还是在跑车 所以它重心非常的低 当然开起来很有乐趣 只是你在上下车的时候真的要小心 那裤子一个不小心 可能真的屁股会破掉 尤其像我这种人比较大只的 我在上下车我都特别的小心 那我们在开车的时候 是有发现到一个问题 尤其是你在驾驶座的这个位置 你右边的膝盖很容易撞到中空台的造型 有点像RX8那样子 RX8它中间中空台的造型 是一个转直引擎的造型 然后它下面是变速箱 所以右脚膝盖这边常常不知道怎么伸 86也有类似的问题 这个我有发现 86开起来的确你右脚的膝盖会不大舒服 就算是你在采用门或是不采用门的时候 我觉得这边是它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其他地方我觉得是还好 视野什么的 算以跑车来讲还算是OK的 所以基本上这个车子油耗表现也算相当的不错 并且它是自然进气的引擎 至于有人会很好奇 为什么这个车它没有涡轮增压引擎 其实你去看它的引擎室就会发觉 它的引擎室摆不太下涡轮 你摆下涡轮之后 可能你的整个散热会出问题 因为它引擎室非常的低扁 它为了要呼应它的水平都有引擎 所以它真的是把引擎室做的 我基本上没有看过比它更低扁的 除了电动车 当然电动车没有所谓的引擎室 所以它在装涡轮的时候 它如何去强化它的散热会变成一个很大的考验 而且我个人也觉得 它200匹的自然进气的引擎 已经很够用了 所以变成说圣诞后来推出GR86 它的马力也没有往上修太多 因为其实你马力加的更大 只会让这台小车更加的难以操控 毕竟这个车子以它的底盘结构 我觉得它要加入四轮传动的版本 也不是很容易 所以你FR的小车这么小一台 你要加上比方说两三百匹 三百多匹的大马力 其实用不太到 所以我个人觉得 它这颗引擎协调性还算不错 就是双扭力高远的问题 比较需要获得一些改善 当然在后期也算是有做了一些改善 这是我开这台车的一些感受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内容 跟大家聊一聊 POTA86这台车子 在日本在台湾上市一些故事 还有就是我实际开起来 这台车给我的一个感受 基本上这台车子在台湾市场 算是相当保值的一台车子 中国的行情非常的抗跌 尤其是首排的车型 所以我一直对这台车子算是遥不可及 因为这台车子一直没有到 我可以负担的价格区间 当然也希望有朝一日 可以好好的研究研究 好好的开台来玩一玩 去体验一下 到底POTA对这台车子是多么的用心 用心到说 这个车推出到现在已经十多年 还没办法大改 因为我这么看 应该是因为它的生产的成本 还没摊底位 这车用了太多专属的东西 包括它的引擎 包括它的变速箱 包括它的铝圈 什么都是专属的 所以它的开发成本真的是很高 我们也可以讲 TOTA对这台车是相当的用心 为了要打造出这台跑车 真的是煞费口心 花了非常多的钱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 再次感谢各位收听 也希望大家去支持我们其他精彩的节目 我是Selzier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